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甲平蛙在散文《人病》中写道 1993年,41岁的甲平蛙创作出《废都》 此后著作等身,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 但是她却不止一次说我有病,并且总结出三种病症 这是一个作家的自嘲,也是对人生的一种告诫 人到中年本事再大,也要警惕三种病 一,身体之病 甲平蛙是中国文坛上出了名的老病号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肝炎 一直病痒痒的,近二十年 年轻的时候,甲平蛙根本没有想到过 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会是那般的煎熬 她不敢和家人有太过亲密的动作 不仅生活用品独立分开 而且连开关门都是用脚 大夏天要在自己的房间点两盘蚊香 害怕盯过自己血肉的蚊子再去家人那里传播病毒 甚至还在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过一段时间 人人都对她敬而远之 后来她的身体康复了,便不住地提醒自己 我真是害怕身子太糟糕了 往后再不敢熬夜了 吃饭要讲究 级别工资还能不能高不在意了 小心着不能让血压血脂高 业绩突出不突出已无所谓了 注意追尖盘的突出 当学生能考上大学便是父母的孝水孩子 现在自己把自己健康了 子女才会亲近 良田千寝不过一日三餐 广煞万间只睡卧榻三尺 人到中年往往比的不是财富 智商情商 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 2019年11月27日凌晨1点45分 年仅35岁的高乙祥 在录制一档户外竞技类的综艺节目时 突然倒地,心原性猝死 之后我们只看到一对老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彻心扉 以及即将和他举行婚礼的未婚妻的伤心欲绝 哲学大师斯宾诺莎有一句名言 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 中年是人的黄金阶段 这时候的你可能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 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你的身旁站着的是你最深爱的妻子 家里还有正在成长的孩子 以及视你为最大依靠的父母 人到中年健康很贵 人生的破产往往不是败于财富 而是败给了健康 二,心情之病 甲平蛙曾经说过 生病也是参禅 生病的时候恰逢他声明确起之时 喝彩的很多 喝倒彩的也不少 他说 除了病多 再就是骂我的人多 我老不明白 我招谁惹谁了 为什么骂我 起初他的心情也特别沮丧 再加之病情恶化 家人总是背着他哭 这让他感觉自己肯定没救了 没希望了 让他十分压抑 后来 甲平蛙看到一副对联 突然想通了 诸书呈二十万言 才未尽也 德邦便九州四海 名义随之 接着面对自己病情 他也看开了 不就是个病吗 能很快治好当然好 一时治不好 就与病和平相处 受折磨要认定是天意 就承受折磨 最后若还治不好 大不了就是死嘛 活着都不怕 还怕死 人过的是心情 活的是心态 当甲平蛙用乐观的心态 面对眼前的一切 没想到过了四十五岁以后 病情居然渐渐痊愈了 连医生都相信 生命有奇迹 其实有时候并非我们的身体 无药可医 而是我们的心情病入膏肓 一个人只要心大了 大事就小了 生活也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林清玄在散文集 《长小一二不思八九》中 写过一个故事 一次有位老友找到林清玄 因为人到中年 方方面面都有些糟心事 就想林清玄能送他几个字 宽慰一下 林清玄斟酌了许久 写下四个字 常想一二 老友问他何意 他说 常言道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但是扣除了八九成的不如意 至少还有一二成如意的 快乐的 欣慰的事情 我们如果要过快乐人生 就要常常想那一二成好事 这样就会感到庆幸 懂得珍惜 不知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了 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以后 在生活里 大概都锻炼出了 宠辱不惊的本事 也不会在乎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或落井下石了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人到中年 人际关系复杂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 就连身体也无法像年轻时 那般精力充沛 情绪难免也会随之起伏不定 可与其把坏情绪带在身边 伤人伤己 不如任他世事沧桑 内心始终安然无恙 很喜欢甲瓶蛙在 《我有病》中的那幅对联 平生一片心 不因人热 文章千古事 聊以自愚 正所谓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甲瓶蛙年轻的时候 也并非没有争胜之心 也有为名利奔波的时候 尤其是人到中年 生活和事业进入一个爆发期 功名利禄也随之而来 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是要警惕 千万别陷入名利的漩涡 让灵魂被欲望吞噬 甲瓶蛙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 人的一生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呢 后来他恍然大悟到 当五十岁的时候 不 在四十岁之后 你会明白 人的一生其实干不了几样事情 而且所干的事情 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屋前种一片竹子 不一定就清高 突然门前客人稀少 也不是远俗了 还是平平常常着好 春到了看花开 秋来了就扫夜 人生最难得的是放下 只有懂得释然学会放下 我们才能活得更加通透 更加幸福 肖伯纳曾经说过 我们的痛苦 源自无止的欲念 无尽的攀比 无休的争斗 让欲望淡写 所有的拥有终将失去 让心太宽些 你爬得再高 终要下来 人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 便会感到烦恼 自卑 痛苦 即使欲望暂时实现了 又生怕会失去 或者又有了更大的欲望 因此 我们的身心 永远在苦海中沉浮 永无出头之日 灵魂之病 正是病于世俗 无止尽的功力 看过中国当代名人文化录的一则报道 当初他们想要给钱忠书做专访 却被钱忠书婉言谢绝 当时不少人都劝钱忠书 说有很多酬金和曝光率 钱忠书却淡淡一笑 说道我都信了一辈子钱了 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正因为钱忠书能够不为名所类 不为利所办 我们才能看到那个年纪越大 越活得都如同孩子般 纯粹天真的文坛宗师 钱忠书说 洗一个澡 看一朵花 吃一顿饭 假使你活得快活 并非全因为早洗的干净 花开得好 或者菜和你的口味 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纵使世界千般好 慌乱的心看不到 什么荣华富贵 什么锦衣玉食 其实都没有一颗纯粹的灵魂重要 只有灵魂安定 花才香 花才美 酒才醉人 情才动人 风子凯先生说 人生有三层楼 第一层是物质生活 第二层是精神生活 第三层是灵魂生活 人一辈子不是为了挣多少钱 走多少路 而是为了活得健康快乐 明白通透 人到中年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身体无痛 心情无忧 灵魂无恙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